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概括王一博,就是一个字,正。 人民日报与央视电影频道联合举办的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云歌会如约而至,王一博写自己的歌曲Stand Up,出现在了最后的压轴加国部分。 这首歌第一次演出是去年底的湖南卫视跨年演唱会,叫念。 而此时,用了原本的英文歌名,很符合这时候的氛围。 当王一博出现,真的是一身西装,一头短发,一眼干净,一脸坚毅,一身正气。 情不自禁让我们感叹,王一博,太正了。 王一博的这个正体现在各个方面。 首先,颜值正,身材正,仪态正。 这是外在。 王一博是娱乐圈难得的淡言戏长相,眉目舒朗,五官立体,线条流畅,面部留白特别多。 这就让他浓妆淡抹皆相宜。 上舞台化浓妆,会极富冲击力,他气质清冷,不管什么样的装造都能驾驭得住,反而成为他个人风格的一部分。 而平日里的素颜,干净清爽,纯净明朗,简直就是个高中生。 身材正,仪态正。 常年练舞,是街舞的佼佼者。 热爱体育运动,摩托车,滑板这些极限运动皆有所成, 这让他的身体纤细修长线条优美,又拥有运动员般阳光酷帅的气质,同时又极富爆发力。 由于长期严苛的训练,王一博的身材极正,舞蹈带来的艺术性和美感, 又影响到了他的仪态,任何时候都是端端正正的,优雅,从容。 其次,眼神正,气质正,精气神正。 这是独一无二的内核。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我真的极少见到像王一博的眼睛这样干净澄澈的。 小孩子的眼睛干净,却空白。 而王一博的眼睛,形状美,眸自正,眼神澄澈,是历经沧桑后依然保持本我的不染尘埃, 是世界已痛闻我,我仍抱之已歌的热爱和赤诚。 他的眼睛有点下三白,可是因为眸自正,眼神太干净,反而分外地打动人。 王一博是内余极少有的清冷气质卦。 这真的是天生的。 别人都营造暖男人设,唯有他,泼墨浓彩地做,轻描淡写地说, 清零零似天上皎节月,昆仑晶莹雪,反而成就了独一无二的自己。 经济神正。 任何时候身上都有一股劲,挺拔昂扬向上,积极进去, 从不颓丧,从不将就,从不拉踩,从不卖惨。 不管多疲惫,不管多累,你只要见到王一博, 他始终是腰背挺直,大步向前,身子从来不东摇西晃, 七弯八扭,真正的站有站向,坐有坐向, 力似知蓝玉树,笑如朗月入怀,形如萨踏流星。 然后,三观症,态度症,情伤症,灵魂症。 这才是王一博最打动人的地方。 新疆棉事件,与钩子毅然解约, 是被中央国际电视台骄傲地推向全世界的Chinese Top Idol。 河南水灾,放下繁重的工作,冒着满天风雨回到生他养他的家乡, 作为志愿者赈灾,他可以穿着华服在舞台璀璨闪耀, 也可以沉默地蹚过肮脏的洪水。 一年之后,公益会向社会公事支出, 才知道了他个人捐款330万。 但他从来没有提过,摩托车摔车, 我的粉丝不要帮我骂的引领, 而他自己一腔鼓勇去为自己讨个公道。 我不怕吃苦,我能吃苦。 大家都是人,可别人去救你的对消防员的共情, 红着眼睛含着泪。 努力了,别人就一定能看到的执拗与拼命。 敬业到拼命地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 胡的时候不卑微, 红的时候不轻飘地谦逊低调, 清醒通透地为人处事。 哪怕再忙,国家活动一定要参加的热忱。 有了百年征程的骄傲, 有了建团百年的青春领事人, 以及现在香港回归纪念的荣耀。 将近20个国家级公益大使。 身体力行地推行中国文化, 时刻不忘的中国人一波, 时时处处地宣传家乡。 这才是王一波最吸引人的地方。 粉丝对他, 始于颜值, 现于才华, 忠于人品。 就是这样的正直, 正义, 正气, 才让王一波真正的摆脱流量 在红不超过三年的宿命, 在竞争如此激烈的娱乐圈 稳步向前, 勇力朝头。 他如同一道光, 自己发光发热, 才会让粉丝发现光, 追随光, 靠近光, 而自己也在努力变成光。 这才是追正能量明星的最大意义所在吧。 正, 不止字面意思, 不止说说而已。 在灯红酒绿的娱乐圈, 王一波是一股清流。 他眼神正, 颜值正, 气质正, 身姿正, 仪态正。 他三观正, 实力正, 言谈举止正, 双伤正, 灵魂正。 正因为如此, 娱乐圈风云变幻, 多少人起高楼, 多少人楼塌了, 而他却是一步一步, 虽然坎坷, 走得坚定而又坦然。 电影《维和防暴队》, 无名, 长空之王, 热烈。 让我们跟随这么正的王一波走正道, 看证据。 且看他展翅高飞, 向更高更远处去。 在现实环境中, 王一波的担当与仁爱, 确实难得, 可贵, 甚至有些独特。 一, 担当。 我的粉丝不要帮我骂, 有些事情我自己说。 其演唱的正能量公益歌曲, 基本涵盖所有的官媒和所有的节日。 二, 大义。 上得了舞台, 星光耀眼。 下得了泥塘, 勇义仁爱。 三, 反差。 他是朝酷的王一波, 青春舞动。 他是冷峻的叶先生, 正邪难辩。 四, 挑战。 他是时尚的王一波, 造型百变。 他是勇义的雷雨, 责任在肩。 五, 突破。 他是庄重的王一波, 奖项认可。 他是热血的沉硕, 热烈追梦。 六, 仁爱。 王一波与守护者六号的故事。 王一波与河南的守护。 王一波私下里的善举。 七, 他热爱职业, 他热爱职业, 想要突破。 和承尔合作, 将演艺天赋进一步挖掘。 八, 他敢于挑战, 不惧改变。 和新人刘晓氏导演合作, 青年演员扛起一番。 九, 他不断尝试, 遵从内心。 和大鹏导演合作, 将喜剧与舞蹈融合, 搬上大荧幕。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 再见。